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阿倫 另外是3C科技的专家 也就是阿慧哥 阿慧哥你好 易华好 大家观众好 我首先要先来请教一下阿伦哥 阿伦哥你算是日領万机 修过不知道大大所少 有多少只的手机 现在如果要修手机的话 你觉得到底值不值得修 有什么条件的手机 比较值得修一点 我觉得最简单评判标准 就是看你的手机二手市场 价格好不好 像现在来讲 现在市场上价格最好就是iPhone 所以也造就现在维修iPhone 这么蓬勃发展的原因 所以你觉得iPhone 苹果系列的值得修 对 现在价格都非常非常的好 好 那另外阿慧哥 你觉得刚刚阿伦哥说 他只修苹果 那其他的 如果是Sony 如果是HTC 或者是其他三星 修 这坏掉怎么办 我想先界定部分先界定 这边只是说我们找 就人为的情况要 付费的情况要维修 像是 很多免费维修大家都会修 然后付费维修很简单就是 还是评估在说你手机的价值 到底值不准去修 例如我今天两千块 两万块的手机 我今天修就算修七八千块 其实还算值得 但是我今天产值剩下五六千 那我修手机要七八千 头个坏掉才会修 对啊 刚才重新买一次 比较快 所以还是要评估这样值不值得 划不划算的情况 好 所以刚刚在阿慧哥的部分 他认为说 如果你的这个维修成本 比你原本买手机还要更贵 那干嘛修呢 但是阿伦哥的论点 就有点点奇怪了 为什么他只修苹果的手机 阿伦哥 为什么你只修苹果的手机 它是怎么样 利润比较高吗 还是 利润是 利润是原因 第一 再来就是 我觉得就是因为 iPhone的手机 它一年只出一支 那对我们维修厂商来讲 备料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那你像HTC 之前一个月一支 那如果要修HTC的话 我不知道我备料 我要怎么备 那再加上 那个以三星跟HTC 他们这主流的厂商来讲 原厂的维修 跟我们就是外面维修的价格 其实已经拉得差不多 所以讲简单语就是无力可图 对 那这个飞瓶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马蚁 好像有点 就无力可图的部分 真的有人会拿去给你修 那你真的不修 你给他的原因是什么 真的没办法修 我不修 第一 第一我没有这样的料件 那第二就是 那个 因为我们只专注在 维修iPhone上面 所以那些手机 那包括像HTC 三星 以HTC 现在的New One来讲 是非常非常难猜 那对我们来讲 那处理一只手机 要花三到五个小时 这也是很不合成本的 那你怎么建议它呢 它难道坏掉就坏掉了吗 如果市面上都没有人会修 这种非平手机怎么办 我就会建议他们去找原厂 找原厂 对 不然就是直接再买 这也比较安全 找原厂比较安全 好 那另外阿辉哥 你怎么来看 你自己也本身待过 就是手机维修的部门嘛 对不对 真的非平手机 就没有这维修价值吗 还是说再维修起来 真的是比较麻烦一点 其实应该这样讲 就是各家厂商 不管是原厂 或是说你民间维修业者 好 维修料件库存 还有像说购买成本 都一定会有的 然后我觉得反过来说 只有 应该说只有苹果系列手机 因为第一个 它每年量很大 消费者跟使用者族群够多 然后再来就是它 其实一年就 一年大概一款机型 所以物件流通 维修零件 那种帕子上面 在市场上其实非常 非常容易购买 价格也比较便宜 当然就维修上来讲 以维修厂商的结论来看的话 是修的机会 成本都比较划算 然后如果非 非苹果的手机的话 其实 我直接买一支新的 会不会比较划算 其实还是可以找原厂 报价看看 尤其报价部分 大家报价不用钱 还是也报一下 看看你到底值不值得 好 不过刚刚提到了 在这个苹果的手机的部分的话 到底哪些东西是最常被维修的呢 阿伦哥 我们先看看 现在第一名来讲 第一名的话就是 大家看我手上 这个轰件 这个轰件是 损化率最高的 很长话 对 没错 因为你每天都要摸 对 每天都要按 而且无时无刻都是一定要按 对 都一直按它 对 那第二名的话也是 每天都要按的 开关键 这个电源键 开关键 对 就是上方的那一个 第三个就是 大概一年多后 大概通通都要换就是电池 因为电池 那没办法 电池是 本身就是 而且它又不能换电池 对不对 又没有说我可以替换的 对 所以招门换电池 通常就是 延长你的iPhone至少 还可以再延长一年的寿命 那第四个也是 常常换的就是 很多人会不小心 这个面板直接掉下来 破了 碎了 对 我有看过 就是直接这样裂开 对对对 这也是常常常在修 再来就是 这个地方 就是充电这个地方 因为你每天也是要 常常插吧 所以它也是 排行榜也是前几名的 对 大概主要修就是修这些东西 对 我们看到这前五名的 刚刚提到的 轰件 电源件 其实这价格都还算便宜 因为低价的可以来到这五百块 五百块起掉 大概就可以把它修好了 对 可是我看到这个 第四名的面板 就是2500到3500 尤其在iPhone 5的部分 价格又更贵了 这个部分的话 为什么这么贵啊 以iPhone 5来讲 大家看那个价差 大概是四系列 大概将近两倍 是因为它的制程 本来就不一样 再来就是 它的面板跟 前几代面板不一样 它面板本身 上面还附有其他的零件在 所以成本就比较高 对 所以它是iPhone 5的部分 比较特殊一点 对 到现在 目前价格上还是很高 还是跌不下来 对 还是跌不下来 好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一名最容易坏掉的 就是轰件 大家应该都有这个感觉 很多人会想说 它轰件坏掉怎么办 而且有些 它不是完全坏 它可能是你有时候 按的时候 它会有感觉 有时候没有反应 这个部分 这个轰件如果失灵的话 阿伦哥要怎么办呢 通常我们处理方式两种 因为有的是 那个作业系统 iOS的问题 造成你的空间会很顿 那我通常都会建议个人 你干脆iOS更新 重刷一次 通常就会好了 那如果还是不行 那我们通常就是 有软体解决的方法就是 我们先随便开一个软体 所以不管你手机上任何一个 任何一套软体都可以 进去以后 压着开关键不要放 你说上面那个是不是 对 开关键 这时候那个关机画面出来 这时候不要管它 这时候按Hon键 压着不要放 一直压着Hon键 对 然后呢它会怎么样 然后当画面回复到刚刚那时候 通常 大概20% 30%的人 就会发现 你的Hon确实比在还没做这个动作之前 顺畅很多 但是我觉得要治本的话 还是拿来找我们把Hon直接换掉 还是直接换掉Hon键 但是这是应急的方法 对 因为有时候你那个Hon键坏掉 真的对手机来说使用方便了 这方便性就已经大降了 而且如果你没有办法 马上就去修的话 这是一个应急的方法 但是其实这个Hon键坏掉 大家都有这种经验 但是呢大家也会犯了一些错误 总共有哪些 阿伦哥 你最常见的是哪几 这是三点 对不对 我最常 维修Hon键看到最多 那个其实 不是正确的方法 就是很多女生很喜欢贴一个 一个有塑胶垫的东西 就是凸起来的东西 对 你不用还好用 真的很容易就坏掉 为什么不可以贴那种 因为Hon键的结构 它是像圆盘的东西 那你如果贴那个圆的东西 没有对正的话 你每次按的时候 它不是正中央 会偏 所以久者是那个Hon的开关 会歪一边 就通常就坏掉了 所以它会坏更快 对 就会变成你可能要某个角度 那个Hon才会起作用 通常坏就是这样坏 再来就是网路上有一些倒钉 什么方法 像什么弹两下啦 滴酒精 我觉得滴酒精是最恐怖的一件事 它这也就说了 滴酒精 而且它说什么 这个滲到晶片里面 就是整个坏掉 对 因为你不滴好 有时候滴 你的Hon没有好 结果你的面板先坏掉 我修过太多 它滴了酒精 结果酒精从面板里这样滲进去 整个面板爆键 就为了一个500块的Hon键 结果这个三四千块的面板就坏掉了 哇 真的是得不偿心 滑不来 对不对 那还有一种就是 贴保护贴 有的常常拿去外面包膜贴膜 那可能是贴得太密太紧 那个Hon键这个圆圈 这个边缘它切得太紧 久久是你的手上的汗字 脏东西 甚至它的残胶会渗进去 渗进去 大概半年它就会坏掉了 反正我建议那个保护贴 你最要选那个Hon键 那个地方切的开口稍微宽一点 大一点 反正会比较好 不要让那个胶渗进去 不要包太密 反正会比较好 好 那今天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这是已经失灵了 但是我们要避免它失灵 总有一些保护它的方法吧 阿伦哥要不要持续 跟我们介绍一下 怎么来养护你的手机呢 好 那个 那个 我 我 我 维修iPhone这么久 我归纳几个 几大杀手 通常排杀手第一名叫小孩 有小孩把 把iPhone拿来舔的 有小孩把iPhone丢到鱼缸里的 有小孩妈妈 不在 就是在妈妈背后 把手机放到冰库里的 这些我都修过 对 放到冰库里 所以千万要远离小孩的 对 手机正好 看起来很可爱 其实对你的手机来说 它是恶魔 对 因为小孩不懂嘛 所以可能看到 就是 像丢到鱼缸那个 我也是觉得很扯 对 小孩子真的很恐怖 可是这几项的话 除了小孩之外 还有其他要特别注意的 第二个就是 我记得我修第一片 面板坏 不是摔坏 是被一只哈士奇咬破的 哈士奇 他以为那是食物是不是 对 所以我也才知道 原来这种大型狗的 咬的力量非常非常恐怖 对 他牙齿每断 结果是你的面板碎掉 面板破掉了 对 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那第三名就是 我每天都一定会遇到 打电话来说 iPhone掉到马桶里的女客人 每天都有 所以那个我会建议 那个女性同胞上厕所的时候 手机最好 放的地方 女性特别喜欢带手机去上厕所 对 好 不过这个是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保护壳呢 有些人觉得说 我就要让背面露出来吗 我不要用保护壳可以吗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摔 譬如说你可以选稍微厚实一点的 手机像这种就可以直接这样丢 可是不会坏的 不会坏吗 不会坏的 这么多这样你丢下去 就是外面有很多品牌这样 有些特殊品牌的壳 它是可以保护iPhone的 大家可以上网找一下 刚刚那一声真的是让我吓到了 可是它好像真的还是好好的 所以壳真的很重要 那最后一项 为什么不要想车充 车充很方便啊 我这边开车可以边充电 车充我修最多就是电子被冲坏了 那通常就是因为 那个我们知道在车充接上去以后 那个驾驶要发动引行的那一瞬间 那个突然引行发动的那一瞬间 出来的是高压电 那如果你用的车充是那种劣质的 那个防护系统不是那么好的 很容易就把你的手机弄坏 所以我都会建议客人 你去买个一千块 一千块钱左右等级的那个行动电源 车充接行动电源 行动电源再接你的iPhone 这样坏 顶多就是坏那个一千块的东西 不会坏那两万块的东西 好 所以这个阿伦哥讲了 养护的一些方法 千万要记牢哦 不过这个简单我们稍微提了一下 有关于后建 有一些这个维修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真的进到维修 小心不要被坑了 现在有好多手机维修的暗黑数 不要中招哦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持续带你来讨论